外媒称,美国26日暗示,在与欧盟就暂停关税方面的敌对行动,取得脆弱的共识后,现在准备推动与加拿大和墨奇哥的贸易谈判,这位重新向中国施压扫清了障碍。 据路透社7月26日报道,美国25日与欧盟达成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协议,该协议将有助于美国针对中国所谓窃取公司知识产权的战斗。 特朗普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承罚性关税,以牵制中国在先进技术部门的崛起,中国对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 报道指出,如果美欧之间的协议生效,双方将能够集中精力对付中国。 中国的经济崛起,对美欧的构成了威胁。 华盛顿的艺人26日通过立法,一减缓中国对美国公司的投资。 在欧洲,有关中国与予以扩大的经济影响率的警钟也已敲响。 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说,在对抗中国方面美欧是盟友, 荣克明确表示,他将在中国问题上帮助我们,帮助特朗普总统。 此外,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7月26日刊登文章称, 特朗普总统在与美国盟友的贸易谈判中似乎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在中国方面,情况似乎正在变得更糟。 财政部长姆努钦26日说,他预计在与欧洲的谈判中将会取得真正进展, 同时他期待很快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修订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协议。 美国官员26日与墨西哥官员举行了会谈, 以期在9月之前达成协议。 报道称,据美国政府官员说,与中国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 但在较低级别上仍有接触。 斯特拉特加斯研究和火公司的政策策略负责人丹尼尔克利夫顿说, 你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显然需要将贸易争端挪开,不在岛路,从而可以把重点放在中国身上。 他们正在同时处理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事,以便能够接下来对付中国。 报道称,贸易努力的核心一直主要针对中国。 克利夫顿说,美国政府提到要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是重要的一步。 他说,世贸组织的改革,是特拉普试图搞定中国的核心内容。 报道指出,与中国的关系很紧张,而且可能会变得更糟。 克利夫顿说,姆努钦刚刚参加了20国集团财长会议, 但他根本没有与中方进行任何实质性对话。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